老師做完之後 我們看一下側邊 還是要請老師補打一下螺絲 像這樣 這是四分之三寸的 打上去就好了 打完之後呢 這個支撐架記得黏上去喔 那在黏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 因為老師他們有時候在黏會變這樣 會有縫隙 所以要請他完全擺平 擺平完之後呢 拿筆做個記號 這邊 邊邊這邊 拿筆做個記號 這樣你才知道膠要上到哪邊 這邊做個記號 那等一下就是 記號以下的位置 通通都要上膠 上完膠之後不要忘了喔 側邊也要上膠 側邊也要上膠 這樣黏上去完之後 全貼皮 這樣才會怎麼都吃住 那做完之後呢 以前我們在做的時候 這邊其實還會再上螺絲 可是後來因為有了這一片 有了這一片其實 黏完之後打完釘槍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再上螺絲 也是可以 這邊 這邊打一顆 下面 由下往上再打一顆 基本上我是沒有做啦 因為這做完經過經 我會電槍打一打這樣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 接下來還有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那個 這等一下我就不做了 那那個小小的三角形墊片 這個其實可用可不用 如果老師不想浪費 像我就不想浪費材料 我就會像這樣 沾完膠 沾完膠完之後呢 把它放到後面去 黏起來 因為這個 我黏這邊 這邊 好 進到後面 黏起來 你也可以電槍打打一下 固定一下 這樣就可以 讓它更穩了 然後再加上螺絲 再加上螺絲